大家其實一直質疑說你沒有兩岸論述的部分 不過最近傳出你在多個私下拜會的場合 有提出這個和平和民主的主張 這就是你的兩岸論述嗎 國家要能夠永續發展 最重要的是國家一定要安全 人民安心 社會安定 沒有安全就沒有一切 所以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最主要的就是讓和平 讓安定 永續跟繁榮才可以走下去 所以這也是我們普世的價值 所以守護我們中華民國愛台灣這塊土地 讓這塊土地能夠平安 這是每一個人都要同心其力 共同攜手面對的 市長昨天中東景沒有來跟你們和平 訴求和平是2024的主軸嗎 我這一生從事公職守護中華民國 保護台灣這塊土地 讓人民安心安定 社會能夠安全 國家能夠安全的往前走 這是我幾十年不變的初心 也是從以前到現在的工作 我相信這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責任 那面對所有安全我都願意 全力以赴 尤其在兩岸 以及在國際的情勢軌結底下 我們更應該守護台灣的安全 保護中華民國 市長你之前出訪新加坡被問到有沒有跟李顯龍會面 你是笑而不打 那到底有沒有跟李顯龍會面 一切都是尊重新加坡的安排 那在安排的過程當中我心誠感恩 謝謝新加坡幫我所做的一切 市長賴清德說台海很寬重的現在兩岸 然後還說國民黨國家定位是精神錯亂 我們的國家就叫中華民國 我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不斷的成長跟茁壯 市長怎麼看說最近郭董動作頻頻 然後頻一下跟南部一些民代一起合體 會不會覺得說被拔樁了 那另外會不會覺得說您在新北被綁在這邊 其實有點吃虧呢 其實郭董市長在產經業 不但具有一個代表性 更重要他也熱愛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大家面對愛國都願意盡一份心意 我們都會要同心其力 唯有同心其力不分你我 不分族群更不分任何黨派 我們國家才能夠安全 昨天中東警沒有來跟你合體 你會不會是因為 他會議就是黨主席需要體察民意 你怎麼回應國民黨團的期待呢 國民黨團說希望趕快徵招 就是呼籲黨主席應該要趕快體察你 黨有黨的規劃有黨的節奏 我們要給予尊重 市長昨天大三元這個餐序 傳說是您要去跟他們聊一下議程的變革 那後來是不是您沒有 我的行程大概都是每天都已經規劃好的 最重要議會的事情我都尊重議會 尤其在程序委員我們都給予尊重 面對程序委員所安排的行程 可能是政府理當配合 昨天中東警沒有出席你的記者會 沒有來幫你捧場 會覺得他是自動排黑嗎 其實中縣長認真負責努力在做事 所以特別把毛利縣政府的所有團隊 都一起參與我們這一次的 北台八縣市的青年議題的討論 還有我們有幾個合作平台的議題 跟苗栗縣有關係的 苗栗縣政府都積極的參與 我們都希望北台八縣市 大家一起同行其力 讓北台能夠永續發展 中縣長也是保持這樣一個心態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讓這一塊土地會更好 市長怎麼看早上內政部長林佑昌酸 您說槍擊案發生的當下 您在國外沒有選擇立刻回來 治安任務問題其實我們要從沿頭交到斷結 犯罪預防遠比犯罪偵查還重要 所以治安絕對不可能一日就可以達成 我們必須要上下同心其力 而且面對所有的治安現在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從根逃除 好好的壓制所有的犯罪 更重要的把預防這個部分 做得更拓撤 所以犯罪的問題 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